刑事局干员压制逮捕负责接送毒品的求行男子 并起出夹长K他病毒品的沐浴岩等证物 警方调查发现香港知名黑帮 涉嫌从瑞士寄出沐浴岩国际包裹走私毒品来台 而指挥离姓与租姓车手情侣党 以来台旅游为名义领取包裹 再透过台湾籍共犯层层转手设下多个断点 最后才交到买家手中 刑事局方面说明证办经过 黎珠等两名犯贤 再至台南市南区逮捕了取货人许黄丘等三名犯贤 还有一对张姓的兄弟党共五名犯贤 后经会整分析后 溯源追查出仲介词国际包裹来台的香港籍郭姓女贤 并弃逮捕刀案 警寻后全安依违反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及检视犯罪防治条例 毕竟还被地方检察署接续侦犯 专案小组经过多方搜证调查 分别将担任车手的离姓与租姓情侣 及接获的许姓黄姓及邱姓嫌犯 以及一对张姓兄弟党等八人逮捕刀案 并起出十公斤 市价三千万元的其他品毒品 其中离姓男子等三人被生压获准 新市局方面表示将彻底落实 塑毒追人断金流的反毒总目标 追弃运毒网络成员及源头 不让毒品危害国人健康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